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兴被曝参与海外间谍任务 简直是亡死里整 美国德州的法庭指控文件披露 中兴电信成立的目的之一 就是作为中国军事情报机构 在海外进行间谍任务的前线 此外中兴也涉嫌对海外竞标项目进行贿赂 这种指控无疑是把中兴直接推进火坑 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发推特说 要让中兴通讯重新开张 但罚款13亿美元还有附带条件 但一日路透引述消息人士称 川普政府计划要求中兴通讯支付最多17亿美元的罚款 中兴即可死灰复燃 但这一消息目前还不见官方证实 路透社消息除了改变川普所说的付款数额 还强调了内部加强管理 换取美国撤销禁运令 报道又指双方仍未落实最后条款 不排除最后有变 按照川普的说法 中兴复活必须附带有更高安全保障 还要更换管理层和董事会 路透社上述消息称 美国商务部还要求中兴在30日内撤换全部董事与管理团队 联合早报1日报道说 美国商务部正派员考察中兴的办公地点 以确认从美国运制该公司的零件 适用于中兴声称的用途 商务部对中兴的处置 是商务部长罗斯本周前往中国谈判事宜的其中一项 其实中兴也有反应 6月1日深圳市工委任命中兴通讯非执行董事田东方 出任中兴党委书记 替换前任樊庆峰 但事实上田东方转任党委书记已有两周时间 美国会自行派人进驻中兴管理层 对中兴党委如何处置也还不知细节 很可能要求董事不得兼任党委书记 上月29日 港媒《苹果日报》署名陶杰的评论中说到 美方的硬性条件一旦被中方接受 就并非是不平等条约 并调侃川普派洋人进驻第一大国企 侮辱了领导一切的党 评论还说 关键在于川普一个留学海归也不雇用 评论就此解读认为 几十年来中国留学生来美国一切教育 即使有我美国般的学位 我也不相信你中共开口就说谎的基因 评论又说不过这也可看作是美国对中共的不信任 已经波及到对中国留学生的不信任 而事实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人从小受到的洗脑教育 使他们辨识不清国家与专制政党之间的关系 而川普的处理方式就涵盖了全面打击和心理效果 其实美中贸易战中中兴是一个角色 演绎了多个方面的内容 评论家陈奎德先生一日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兴问题在美中贸易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已经在实际上达到了经济和心理效果 陈奎德分析了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背景中角色定位 中兴涉及美国国安 因此川普看起来由于不决似是而非 他认为中兴之所以成为美中贸易纠纷的中兴 是因为他暴露了中国军事和科技实力豪华包装下的败叙 把中兴摆入台面 将中国真正的实力摊开 这就是中兴起到的心理作用 所有关于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 甚至可以挑战美国的说法 都是中兴被制裁后成为子虚乌有的谎言 而事实上 中兴内幕公诸于众之后 国际社会也跟进 英国对中兴采取了措施 阻止英国公司使用中兴设备 在美英纷纷行动之后 澳大利亚民政事务部也表明 澳洲正在考虑对中兴施加制裁 美国只卖芯片不卖技术 在几经炒作后 其药效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 因此陈奎德认为 目前美中整个贸易形势中 中兴已不再是核心 这意味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5月31日 澳洲商业媒体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道 一份提交给德州 达拉斯第191地区法院的文件 记录了中国电信巨头中兴 如何用钱进行收买 企图赢得在非洲项目的合同 但同时也提出指控 中兴通讯之所以成立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中共做间谍活动服务 成立于1985年的中兴公司 含阔了三大业务 运营商网络占54% 终端占29% 电信占17% 可以说关乎到中共国家的国家安全 而上述文件披露 中共航天部成立了中兴 并将其作为一个输送中共官员 到海外的前线 这些官员在非外交身份的掩护下 比如科学家 商人和公司高管 在国外进行情报搜集 文件还表明 中兴正式利用了其科技 与华为一道 充当中共政府监视美国公司的工具 文件引述的美国方面提供的证据 证实了这一说法 此外中兴还被控对海外竞标进行贿赂 根据法院文件 有两位利比里亚电信公司的高管 在声明中披露 中兴给他们的贿赂是 如果中兴成功将已经营标的美国公司 Universal Telephone Exchange挤掉 他们每个人会获得此竞标合同价值的5% 虽然这些指控被中兴否认 但证据显示 中兴参与了一个全球腐败和贿赂的模式 以上是柳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期